交通路台鐵局特別到宜蘭 討論高鐵選址 意外碰上地震小插曲 不過說明會完全不受影響 因為宜蘭高鐵選址 已經喬了將近半年 還沒有共識 這個地點 西南西北都可以服務到 因為今天大家聽到 也有 還有一點點不同的聲音 但是我看 這段話 好像大家也意見比較少 宜蘭選址鬧得沸沸揚揚 原本設定四城 宜蘭縣鎮中心還有羅東 再出現第五個選擇 原本縣鎮中心這個點 路線有個大灣 交通部新推的地方折中案 就選在縣鎮中心 南方350公尺處 避開大灣道和市區 減少都市景觀噪音衝擊 避免影響高價化計畫 也確定不和鐵路共構 建設成本是五岸中第二高 南岸還是北岸要聽一聽 都總是在我們這個 王毅的縣鎮中心 當時這樣來以為而已 就差不多要幾十分鐘 像你現在這個新的方案 其實也是在縣鎮中心這邊吧 原則上我們是要接受的 交通部列表分析 各站優缺點出現第五案 這個選擇 地方意見出現久違的認同聲音 選擇共識似乎出現曙光 不可以把這個國際當然 動作時電所叫我們去判 加到最後不知道什麼結果 這是我們宜蘭人比較擔心的 交通延伸宜蘭案 輔院共識一定要做 但最重要的選擇 前一髮而動全身 地方意見和區域發展都是關鍵 需要通盤考量 蔡尼新聞 黃國瑞 羅佩宇 宜蘭採訪報導